四壮三楼业主王先生 把厨房吊顶上的一块扣板卸了下来 上面不断地往下滴水 王先生楼上的邻居家 厨房的吊顶没动过 但几乎就在同一个位置 也在不停地往下滴水 四壮的三楼和四楼 两户人家反映厨房漏水 三壮十五楼的这户人家 工人师傅敲开了吊顶正在维修 也是漏水 卫生间 祖国卫生间出来的那个吊顶上方 什么原因打这楼去 具体观察 那都是它那吊顶吊上的螺丝顶 你看打来的乱七八糟 它这吊顶上的楼顶打出来 膨胀螺丝 膨胀螺丝打出来的楼顶打出来 你看你看 十五楼是顶楼 开发商叫来的维修师傅介绍 是因为吊顶上的膨胀螺丝 把楼板打穿了 雨水直接渗漏下来了 维修现在我们对边筑浆 筑浆 那脚打就该封闭 所以那个漏肥肠该封闭一下 那我是要求他们再重新做一下的 但是他们可能说这里修不漏了 就可能不做 这样的 对 那你还是担心 担心 我上面的保温层不是破了吗 我让他们修一下 他们说没关系 那个只是外面一层摸 没有关系 购房合同显示 小区的开发商是杭州城汇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收楼处已经撤掉了 业主找到了物业 工作人员帮忙联系上了一位王主任 目前我们这边一共昨天 包括在物业对接群里面 一共击乎 七边套为主嘛 所以说在那种点位上 都要到时候会做一个 新风的一个加盖 因为它那个 可能是设计上面 可能是确实有一定的 那个 应该说是缺陷嘛 应该说 因为形成了一个通病 同样的一个问题 因为同一时间段 那么 都是打开新风的 都产生了同样的一个漏水问题 四幢三楼和四楼的两户人家 都是西边套 物业的王主任介绍 经过检查 发现是新风系统设计缺陷 导致七户西边套人家的厨房漏水 至于三幢顶楼 那户人家楼板被螺丝打穿 物业也会把业主的担忧 反馈给开发商 多位业主的疑惑是 房子才交付八个月 已经有多户人家发现漏水 还不仅仅局限于物业统计的七户西边套的厨房 有业主陆续反映 地下车库漏水 走廊漏水 卧室漏水 地下车库的地板几乎都是湿漏漏的 还有几处积水 踩上去都能发出啪啪啪的声音的 地下车库的墙上有水渍 顶上的管道处也有水渍 通风管道这里不停地往下滴水 业主杜先生的房子在武装十四楼 他说每当下大雨时 就得撑着伞进门 从这边一直 这两边一直不停地往下滴 今天的雨小了一点 像这是昨天的 昨天这个雨 你回到家里 就要撒着伞进去 要么家里根本进不去的 杜先生用手机拍的视频显示 他加入户门外面的连廊上 像水帘洞一样 在不停地往下滴水 而且水不是从连廊外面往下滴 而是直接在连廊里往下滴 看这架势 不撑伞的话确实身上要被淋湿 杜先生又把记者带到了十楼 走廊上也在不停地往下滴水 记者敲了敲门 业主不在家 业主王女士得知 记者在小区 从外面赶了回来 一站二楼平台 整个我们的那个南面 南面卧室这边 整个这条沟你看 全部都是渗水 一到下雨 挖开来以后 他那个防水层都没有做好 王女士拍的视频显示 一桩二楼平台的排水沟里都是水 王女士认为 这就说明二楼的平台排水不畅 估计是哪里堵塞了 他又给记者看了一段视频 难主卧 然后那个乳胶漆都已经刷好了 就你们家里是吧 对对对 因为平台渗水进来以后 导致我们整个墙面发泡 就是刚才那个视频里面那个水 对 激起来 然后导致你们墙面 然后反射到我们室内 然后导致我后来装修好 地板也铺掉了 家具也都装好了 床也安装好了 全部都清场 床也拿出去 地板也撬开来 然后乳胶漆全部撬掉 其他业主也给记者看了 他们拍的视频 有一户人家的厨房最夸张 为了接漏下来的水 摆满了桶和水盆 人根本无法走进去 业主们手里有一份质量担保证明 大概内容是 杭州汇城应承担 原翠府项目的房屋质量责任 及保修责任 我公司自愿为其 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保证人是上海城建建设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我看到那个年代担保公司 是上海城建是吧 对 是的 那这个开发商 其实就是上海城建是吧 对 是的 那具体原因也是 等开发商 就是上门来看过以后 上海的公司 总体是围保单位 包括他们的施工单位 都是上海的 那确实在疫情期间 这段时间 来上门来维修的一个 进度也好 效率也好 那确实是有影响 物业的意思是 小区多出漏水 具体原因 得等开发商 来自查和解决 下雨天 需要撑着雨伞 穿过水帘洞 回家的杜先生 当场拨通了 开发商防修工作人员的电话 开发商的防修负责人挂断了电话 再打过去就不接了 记得发短信过去 对方也没有回 业主们介绍 两三年前他们买房时 原翠府的均价是每平方米 两万一千元左右 对于重闲的楼盘来说 这个价格已经算比较高的了 我们这个房子 不是我一代人 我可以说是我两代人的积蓄了 但是现在房子的漏水的漏水 一直从楼顶漏到地下室 地库入户门 一直跟水帘洞一样 我们希望开发商能够自己面对 业主的诉求 能够自己的参与过来维修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